由于泰国的台兹米地化学公司 5号凌晨发生了大爆炸 来到了事发工厂 生出大火燃烧 现场陷入一片火海 历经了超过26小时的抢救火势 才获得控制 但后续又传出复燃 且冒出了大量的浓烟 根据了解工厂仓库里 共储存了50吨的化学用品 其中20吨被引爆 由于担心化学有毒物质扩散 超过了1600人被迫撤离 不止停放在旁的卡车被震毁 当地媒体报道 爆炸至少毁损了周围 100栋的房屋以及15辆的汽车 实际来到民众的家里 可以看到浴室客厅的玻璃破碎一地 天花板严重毁损 可见当时的爆炸威力有多大 意外造成了一位19岁的消防员丧生 超过60人受伤 其中有两名台湾的干部受到轻伤 确认无大碍之后已经返家修养 记得我们家讲到 我们给大家看 陆微за些 fui之间中共正编 最远少 affected 身体还伤身 只有何利 Beast 我们为了 我们为了 并 ряд 爬 斎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